那是蓝旺基上五年级的时候 在春天的一个风和日丽的下午 一节体育课上 蓝旺基不喜欢体育课的 但是蓝旗人要求过 要把每一门功课都做到最好 因此他只能努力去跑 去跳去装作自己很喜欢体育课 但这个学期的体育课 却让蓝旺基很期待 因为很幸运的和魏无线排在了同一节 并且两个班的体育老师感情很好 经常将两个班的学生组织 在一起进行活动 每个人分别管半节课 真是一手算盘大的叮当响 低年级的学生排在前排 高年级的学生排在后排 这两年魏无线长高了不少 在低年级中 各自算高的 排在低年级的最后一排 身后就是蓝旺基所在的班级 但很遗憾的是 同时蓝旺基也长高了不少 在高年级中个子也算比较高 排在了高年级的最后一排 于是他和魏无线之间 就要隔着好几排人 蓝旺基只能远远地看着魏无线 做热身活动的时候 魏无线总是闲不住 一边比划着一边和旁边的同学交头接耳 蓝旺基不知道他在说些什么有趣的事情 乃至于后来自己班上的几个同学 都加入了这件违反纪律的事 体育老师提醒过很多次 不要讲话 保持安静 我们不是用嘴巴赞上体育课 但人群中总有窃窃私语的声音 体育老师耐心地研究了一下 发现最主要的问题出现在魏无线身上 于是把罪魁或手拎了出来 耐心地问 这个心机教的挖跳学会了吗 魏无线沉默了片刻 有些事实在费解 老师 挖跳看起来好丑 为什么要学挖跳 旁边排着队的同学 全部笑出了声 其中有几个笑得特别大声 惹得体育老师皱了皱眉 严肃地喊了声安静 说道 挖跳可以训练大家身体的灵活性 一定要好好学习 魏无线歪了歪脑袋 看着体育老师 他们的体育老师长着一张和哀客钦 平易近人的脸 即使是严肃起来威力也不大 同学们很会看菜下跌 都不怕它 体育老师把目光重新落回魏无线身上 让魏无线示范一下动作 魏无线不太情愿地用双手抱住了脑袋 蹲下 起身 跳 重复了两次落在红色塑胶袍道上的影子 随之起起落落 蓝忘记默默地看着 魏无线的笑服似乎大了一点 也不是 是魏无线总是嫌弃食堂的饭菜难吃 每次只吃一点点 所以瘦了 跳起来时空空荡荡的笑服飘起来 露出一块白皙的皮肤 一点都不丑 这样的念头从它的心头冒了出来 还是很可爱 很像是一只灵活快乐的小青蛙 从一片荷叶跳到另外一片荷叶上 忽然 这只灵活可快乐的小青蛙啪倒不动了 一脸愁苦 难忘记得心跳踩了个空 一只脚下意识地踏了出去 犹豫了一下 又缩了回去 魏无线转了一下眼珠 喊道 老师 我跳不动了 蓝忘记知道了 魏无线是故意的 他感到有些无奈 同学们又开始笑了 魏无线不以为意地趴在塑胶跑道上 把自己当作一滩泥 蓝忘记很想要把它抱起来 因为跑道上太脏了 而且落人 体育老师无奈地看了魏无线一眼 才跳两下就累成这样了 不行啊 以后还是要加强锻炼 同学们觉得魏无线同学刚刚跳的标准吗 同学们一口同声地回答 标准 行吧 体育老师把魏无线扶起来 魏无线装模作样的站好 一脸乖巧 让人都不忍心批评了 只好让他回队伍 这时 忽然有人取其手 喊了一声 老师 我觉得魏无线跳得不标准 魏无线不高兴地看过去 蓝忘记也默默地看了过去 其余同学也都看向了他 于是他就在众人齐刷刷的目光中走出了队列 走到体育老师的面前 重复了一遍 老师 他跳得不标准 这个学生的名字叫温潮 魏无线无语地看着他 温潮没看他 昂着脑袋说出了一堆他的不标准之处 魏无线对温潮的这些针对行为 已经是习以为常了 甚至他觉得哪天温潮要是顺着他了 那才是太阳从西边出来了 体育老师给了这个积极想要表现的同学一个机会 让他进行了示范 虽然魏无线性子闹腾 鬼点子很多 有时让人头疼 但却让人讨厌不起来 相比较安分守己的温潮 体育老师还是更喜欢魏无线 但成人年做事情 怎么能止凭直觉呢 身为老师 就更不可以偏心 的确是温潮跳得更标准 于是最后给了一个公平公正的结论 的确是温潮同学更标准更有力量 魏无线同学以后要向温潮同学多学习 温潮得到了肯定 一脸骄傲的回对了 魏无线撇了撇嘴 嘀嘀咕咕咕了一句 才不要 正常的体育锻炼结束 接下来就是自由活动 这个环节和蓝忘机没什么关系 他一般都是回到教室学习 但是现在不是一般情况了 他应该没有舍不得离开 只是他的目光舍不得离开魏无线 他的脚步想要靠近魏无线 然而哨声一吹响魏无线的身边就被很多人围了起来 蓝忘机站在不远的地方觉得自己挤不进去觉得魏无线离他很远很远了蓝忘机很难过魏无线似乎不在即的他们之前的美好时光了那些美好时光算什么呢 但同时却又很开心魏无线不像他这样难过魏无线和一群人成群结队的去了草坪中央挨着坐了下来坐在了阳光里 魏无线的脸蛋不惊晒不一会就泛起一层淡淡的粉红 蓝忘机站在一棵树下落了一身的阳光和斑驳 默默的看着忽然听到旁边传来一道熟悉的声音明明是我表现好 为什么大家都和他玩没眼光 蓝忘机看过去看到一张十分气愤的脸 温潮的五官长得有些凶 生气的时候扭曲在一起让人心头一颤旁边几个人连连附和 就是就是温潮捏了捏拳头看起来咬牙切齿的样子 看着远处几乎要在草地上打滚的魏无线 过了一会魏无线站起来了 独自一个人往外走 温潮眸光一动 缩使身边的人 走我们跟上去看看 蓝忘机的目光随着魏无线落到温潮身上 目光沉了沉也跟了上去